浓浓日式风味的榻榻米房 还有专人为您穿上浴衣 在享用精致的日本料理 真的是非常诱人的住宿环境 但这只价格可能不便宜 想去日本玩又不想花太多的钱 该怎么办呢 在大阪市中心就有一家超廉价的旅社 住一晚竟然不到500元日币 等于台币200元有找 从大门进去就看到完全首显的规定 从入住时间注意事项到住宿规定 全都是老板自己写的 还用胶带随性的贴在墙壁上 通过灯光昏暗瓷砖剥落的走廊 终于来到了房间 狭小的空间只有一个极简单的柜子 就连鞋子都卡在窗户的沟槽处 墙壁涂鸦连汉字都写错 打开窗户原想看下大阪市的风景 但却只看到隔壁的水泥墙 一洗棉被枕头上还沾了红色的点点 想舒服洗个澡也得看时间 红色圈圈的日期才可以使用公公浴室 虽然廉价旅设真的超级便宜 而且交通方便又在市中心 但看到这里你还想住下去吗 中天新闻李怡婷报道 好我们看到 这很多其实有平价的这个住宿 或者这样相关的选择 其实你在旅游的时候可以考虑 但是就看你敢不敢去做这件事情 其实像慧荣这样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其实你当初去游欧洲的时候 应该家人是很担心的吧 那时候怎么说服他们 你要进行这样的一个撞游计划 因为其实在去欧洲之前 我已经就是在18岁那年 我已经去过澳洲打工度假 然后在那之后我也去东南亚 一起过一下国家旅行 那其实刚出去的时候 爸爸妈妈一定会担心 他就觉得 你的小孩不要离我们这么远 因为他们其实有时候 只是想要看到你 然后可是 因为我那时候去澳洲打工度假 就是我在那边有工作啊什么的 其实所以这次去欧洲半年 他们就其实已经比较放心 因为他们知道说 这小孩他今天不管去哪里 他就会自己去想办法找工作啊 去找地方住啊 找点东西吃啊 然后他也会穿暖啊 其实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孩子的义务吧 我觉得我要让他们看到说 我已经是一个大人 我可以就是take care of everything 他们不用担心说 这个今天他如果一出去 就会想说 啊这个小孩哦 不知道工作顺不顺利啊什么的 可是说实在这半年时间 你也没有碰过什么坏人 坏人哦 其实坏人没有那么多耶 真的完全都没有碰过 就是有人想要对你骚扰啊 会有一些可能骚扰啊 就比如说在意大利的时候 那是我唯一遇过一个 比较机车的司机 就是他会 他就是一直想要 过来牵我的手啊 他不会讲英文 他就讲意大利文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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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也听不懂 然后我就跟他讲英文啊 然后后来他就是一直想要摸我的手 然后一直盯着我胸部看 我就说 我就说 I'm not interested in this 因为大部分的司机 如果他们有这种念头 当我跟他拒绝的 他们都会停止 可是就那一个 他就是比较 比较 比较 过分一点吧 后来我就说 后来我就开始 就是发疯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旅行的原则就是 你如果遇到很奇怪的人 你就要表现得比较更奇怪 然后所以 所以就是真的 你说发疯 就真的是装缝卖傻 对啊 就是装缝卖傻 我就开始那边 拉拉关关那个窗户 然后门就 咚咚咚咚咚咚 我就故意的啦 然后他就吓到 后来我就说 后来他就是比较安分一点 然后后来我就说 我就说 好我要下车 我要下车了 然后他一开始还说 不要啦 没关系 就是因为他其实要载我到车站 他说载两分钟到 他没有恶意啊 他其实也要载我到车站 然后后来我就说 好那你不碰我 我说you don't touch me then I'm okay here 然后后来他就比较安分一点 他除了下车的时候 他说他想要说 那你可不可以亲我一下回报 我就不想 然后我就 因为那时候我下车 我还说 其实我还是很感谢你 就是至少你有载我到这个地方 然后我还说 我还是谢谢你 然后他说那你亲我一下 我就巴哈一下 所以一个女孩子 你真的出去旅行 你真的灵机应变能力 你这自身安全 其实真的要相当注意 我们先带你插播这个最新消息 这是大陆天津航空 一班从新疆和田飞往乌鲁木齐的GS7554航班 在29号中午12点25分的时候起飞的 结果遭到六个人截击了 这个机组人员和船客合力 就给他制服了这个截击者 而航班是安全返回和田机场降落 而六名截击者被公安 这个是可以说是拘留了 而机上的旅客目前了解是没有人受伤的 这是最新消息 好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旅行 不管搭飞机 其实也会碰到节肌客 好那你这出门 你搭便车 其实也可能会碰到坏人 好这样你遇到坏人的时候 你说女生你自己要临机应变 要有很多的方式 不过那出游到底该要怎么样防身 男生应该也会有一些cable吧 这样我会建议说 如果女孩子出了房子 因为我后来我太太自己也曾经 因为采访出差的关系 自己去欧洲 那我当时就建议她说 因为当时手机现在不像现在 有智慧型手机 你可以有GPS定位 但当时的几年前的话 我会建议她 包括手机还是要不离声 包括到那个地方 你试用当地的一个手机的频率 和可以打电话的手机 然后我当时也给她一个哨子 哨子可以挂在身上 像项链 一发生什么危机的时候 你可以吹哨 鼻鼻鼻 引起大家注意 还有我当时也是 我会建议说 女孩子如果出游 我真的很佩服说会很勇敢 你还是要注意带一个防狼 防狼喷雾 防射狼那种喷雾 喷剂那种东西 或者你到当地买都可以 如果说在飞机上 你放到那个行李托运的话 就像类似这种 随身的器具在上面 还有包括你到了当地 不管你到欧洲哪一个国家 或是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 一个城市 最好跟当地的治安机关 你知道在哪里 或是联络方式 或者有一张卡 或是你看一下那一张 那个城市的地图 上面的就近的 像这种治安机关 联络的方式怎么找 如果你需要求救 或求援的话 你究竟 万一你在附近 你还可以跑去 或者是打个电话 总之像这种 可以联系得上 可以让人家找得到你 或者是可以发出声响 或是可以暂时 让人家不敢碰你 或者是受伤 或者是一下子 怎么样受到影响 我觉得都戴在身上 会比较保险 好像会有人 这种已经算是 危机意识算高了 但如果说像 小胖以自己带团经验 就国人自己 应该要注意的事情 会不会常常都没有注意到 对 其实我们常常讲的说 有时候我们出国带团的时候 有看到一些女孩子 陷入那种外国人的迷思 你知道 有时候认为说 这个国家的男孩子 尤其到日本去 日本跟台湾是一个 很友好一个国家 可是一直在想说 日本应该对这些 对这些我们台湾的女孩子 很有好感 那认为说 那些都是好人你知道吗 就很无助的说 看他跟他聊天或干嘛 可是那种防卫性 就突然降低了 就像刚才静平讲 我们女孩子可能带一个 防浪喷雾器出去 可是你要记得 你在香港机场 带防浪喷雾器过境而已 或是进入香港 那个地方在台湾是OK的 不是管制品 但是在美国 在香港它是属于伪禁品 那我放在行李箱可以吧 那行李箱可以 但是放在你的随身包包 或是钥匙圈 通常小小的人 放在钥匙圈很方便 但是在香港警察 它是伪禁品 它是不可以带飞机 你带上飞机是 企图有捷迹的意图 它这种东西 所以说我们要跟 要跟我们男女孩子 不管你单身出去 或是男孩子出去 男孩子很简单 我会建议你说 像那个瑞士刀 那种多工具的用 第一个 你在出门方便的时候 很方便 但是你要防止的时候 它也很方便 那女孩子 像那种电子的警报器 那种可以引到 很多人注意的 越来越大声那种东西 有嚇阻性的 是最好的 那尤其说像静平说 大家那时候 扫子或是说那种电子警报器 一拉开以后开始叫做 第一个 马上 他马上那种 马上那种 所谓的那种心态 马上就会萎缩 因为他怕别人知道 也怕别人知道 因为他是做坏事 那通常你这个时候 我希望帮助 所以我才会让大家 一起大家注意 像我们台湾 像我们出去 像台湾女孩子 有时候我们会发觉说 他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他都认为 那个地方都是好人 而且尤其外野能力 有好一点的时候 他会有就像不会说 像我们像说 不好意思陌生人 我们常常会主动去问 这就是这一点的部分 我们就要提醒人家说 防人之心不可无 但是害人之心不可有 那出门再玩这一点 常常我们就来讲说 不要看每个人都好 你们最好的人就是 你的灵对你的导游 因为他包 你要跟他去 他最好的方式就是 他要带你出去 要带你回来 所以他是跟你最好 你可以相信我不好 如果像慧永 你是常常是用搭便车的方式 来去做旅行 那其实这个安全 其实也要非常注意 你自己要怎么样去小心 你要怎么告诉人家 就是安全 其实我觉得搭便车 他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复杂 他其实就是 你只是跟一个陌生人怎么交流 就像你可能今天走在路上 或是去面摊买碗面 你也就是他没见过 他也对你来说 也是一个陌生人 你搭便车 还有准备一些东西 对就是像我搭便车 那时候我有就是自己的名片 那时候在欧洲 搭便车也有名片 我就是故意title 我就写那个 Professor of Hitchhiking 就是搭便车教授 可是这是个很无理的字 但是我的目的就是要让司机笑 我就是故意让他们笑我 这样他们就会 就会释放出善意 他就说这个女生真的是太白痴了 然后所以就像是十年花 可能在沙发下面找到这张名片 他就会记得说 当初有一个女生自称为搭便车教授 这样子 那可是安全部分的话 我其实我会看情况 有时候比如说 有时候那些 有时候比如说 那个司机过去 他可能他可能开很快 然后又想要回来载我 然后我就会适当的去拒绝他 我就说 哦 假设假设我人在台中 我要去台北 然后可是那台车我不想上去 我就会说 哎我是要去高雄啦 然后他就说 那你站错边了啦 我说哦 吃哦对不起哦 然后他就会自己走掉 就是我会看情况 其实真的就是当下应变 我会看情况说 我要提早下车 还是我不想上这部车之类的 有碰过你无法应变的状况吗 嗯 是还没有耶 我觉得我反应还蛮怪 可是会有很多很好玩的啊 像你看有的司机 就是我上车 我记得在爱尔兰的时候 就有个司机 他本来要开10公里回家 然后因为我在上车的时候 我就会一直跟人家讲话 一直跟人家讲话 因为其实一直跟人家讲话的话 他脑袋不能思考 他只能跟着我讲话思考这样子 然后反正就是他就觉得 跟这个女生讲话很好玩 然后他就一路这样开开 开了260公里 在我去无法的地方 他就自己开260公里回来 你如果说上车想睡觉怎么办 想睡觉 有啊有啊 因为你睡着的不会危险吗 呃我会看情况 就是可是因为其实搭便车 是很累的事 我发现就是每天晚上我就觉得很累 因为就是随时都要提 就是精神要很好 然后要随时注意 可能人家有没有走错路啊 或是绕路啊 然后我除非真的遇到 我觉得就是像女性司机 就是我真的 我知道我可以完全信任这个人 我有时候就会稍微迷一下之类的 对啊 好那人群像是所谓这样的一个方式 当然是大家 国人大部分不敢尝试的方式 那现在其实有要所谓的要去玩 其实还有说所谓什么 叫分时度假的方式吗 那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的陷阱在里头 你跟我们讲一下 其实我倒觉得我刚刚听惠蓉这样讲 其实因为我其实有朋友 他是这样建议 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出去玩 像背包客这样很自由自在 可是你知道其实背包客有分两种 一种是纯背包客 就是说他是完全把东西都背在自己身上 然后到哪里就是靠自己 可能像惠蓉这样子 另外一种是半背包客 什么叫半背包客 就是说他可能就是先有计划 也就是说我可能在不同的地方 我都有朋友 那我就是靠我自己到那个地方去 可是比如说我从A到B的这个位置里面去的时候 我就是跟这边的朋友先联系 那我在交通上面 或许就是彼此都会有一些噪音 可以先从这个开始 那刚刚像比如说 像一清提到这个所谓分时度假 分时度假这个东西在这几年 在台湾是比较少 但是大概在八九年前的时候 台湾曾经有很多这种东西被引进来 那什么叫分时 分就是分开的分 时就是时间的时 那这个概念其实是从欧洲这边过来的 也就是说 其实欧洲有一些很有钱的人 他可能在世界各地很多地方都有盖别墅 那他们可能今年就到这个地方去住一住 明年到那个地方去玩一玩 然后这些地方就是他的产权 可是有很多像欧洲 欧洲或美国人 他们很注重这种休闲旅游 可是我可能没有这么多钱 我去盖这么多的别墅的时候怎么办呢 他们就想出一个就是好 那大家集资 有点像集资的那种概念 那比如说我找一百个人 两百个人三百个人 那大家集资一笔资金之后 我去盖一个度假村 那我这些人通通都拥有产权 可是我不是每天都住在那里 那这些地方是不是就空出来了 所以他们就想出了一个管理的方式 也就是说当这个地方空出来的时候 那我是不是可以出租出去 或者是比如说我有一百个房间 可是我有五百个所有者 那我们大概就排 可能一年里面你排一个礼拜的时间 这个地方这个礼拜你拥有使用权 那拥有使用权 那你来这边住就因为你是你自己的产权 所以你就不用付租金 但是你要付清洁费 那这个听起来很好 你知道吗 我当时曾经有被找去听过这样的说明会 为什么 因为他们其实说明会都办得非常精致 我记得那时候我是在走在台北的路上 然后就有人来讲说 你要不要来听一个说明会 我们一个旅游的说明会 然后你只要来听完说明会 就送你数位相机 我想说这么棒你知道 而且我其实不怕被骗 因为第一个我男生嘛 第二个我旁边还有朋友 所以我们就上去听 然后他听的时候 他就弄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后有很多那种图片啊 很漂亮 然后告诉你说 哎呀度假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啊 你可以拥有度假村什么 然后放那个影片 我讲着那个影片 比那个Discovery拍的还要漂亮 所以领和当初到底有什么问题呢 不是 他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说 如果你这样听说 对没错我一年可以住 可以住 可是要 如果你没有办法去呢 那就浪费掉了嘛 对 所以他会告诉你说可以转让 这是一个哦 可是转让会有问题 就是会比较后续的问题比较麻烦 第二个是你知道那个入汇要多少钱吗 我记得当时他告诉我说 入汇要60万 要60万 因为你是要去集资去建那个 那个度假村你知道吗 可是你就会想到说 以我们台湾人 像我这种懒的人 我大部分出去都是会跟着那个旅行团走 那你跟着旅行团走的时候 我可能就不太会去享受那种事 因为他前提是他是度假村 也就是说他不是让你从 A到B B到C的这种旅游的方式 而是让你定点住在那个地方 所以后来在台湾 他曾经发生过很多很多的纠纷 然后到后来这几年 其实就整个度假形态在改变之后 分俗度假这种东西 在台湾就比较少了 好 其实这个度假方式白白种 我就看什么样是最适合你 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注意安全了 广告回来 还要带你来看 到底有什么地方 其实你可能不知道 但是真的很好玩 马上回来 好 好